雙方的穩定度跟發揮 跟他有反應 對 好第一隻 瞬影對上瞬影 我看到我們這邊K度是標準的 標準的配備 標準的配備 對現在成功人士標配的是這三隻 這個漂亮 騙一個 好開始了 今天會一直看到就是瞬影的無線斷壓制 好一個摸牆角 直接一個BC 血量已經來到黃條 欸 他應該是沒轉出來 因為剛剛明顯發呆了一下 摸牆角才達到 但是 沒有個連段 這個踢背 好我們的 那個 Rakia 對 他的瞬影幾乎是沒扣到什麼血 如果再補一補的話 大概是扣了一個多 摸到了 好一個BC連又到了角落 然後開始 要繼續壓制了 好空Dash 連續兩次空Dash 騙一個下段 中東的防禦值已經剩一半了 看到沒有 有沒有 一個 標準的葵花 一個葵花 就可以打這樣子血量 賽到就有 又一個2B直接 好又來到角落 選擇帶走嗎 是了 帶走了 因為中東血量也不多 這瞬影很煩的 就是他的BC連 就會直接把你打到角落去 對 對 因為他一直往前進 前進前進 然後打到角落之後 你要開始一直被他壓制 他又是無責任的 他的壓制是幾乎無過載的 這次要拆啦 你要嘛凹生龍 要嘛滾 要嘛好氣 好 我們CASU上第三隻是 將軍 將軍打瞬影 你兩個 我覺得是差不多 沒有誰說特別好打 這波 差不多5-5優勢 這波 可是我們的Lukia 他還在第一隻 所以可以 對還在第一隻 他可以說是我們 這隻鬥魂 KRF最大的黑馬 哇危險喔 難道 難道要被穿山 漂亮 漂亮漂亮 穿山 真的是日本的KF界 新星的表現 對 而且你看他順 他不管在立委的選擇上 以及進攻的壓制點上 都做得非常的細 很多細節處理得非常好 好 那CASU上不知道 會不會 調整他的角色或順序呢 可能應該是直接開始 因為他的角色 對 昨天也是一直是三次 可能他就是專精這三次 對 我們不能說他沒角色 專精這三次角色 對 日本就是專精 好 又是順對順 那這次CASU上 跟Lukia的順 誰會瑞勝一首 又開始到角落了 又要看壓力 各位來看無限段囉 逃出角落 有 其實那個CASU的反轉手 就是那個前衝刺拳 其實也有一點魔獎的成分 有 對有點魔獎的成分 而且他的判定其實也很緊的 很假 你跳或稍微跳高一點 就會被打倒 而且也不能亂動 對 他被打到之後 對方又是可以選擇安全跳 繼續壓制你 好 魔獎角 魔獎的摸到 你看 我剛還在半場 現在就回到角落 來看無限段囉 開始無限 誒沒有 低頭 換邊 誒我摔你 我摔你 哇這次 非常 報仇囉 報仇囉 換他瞬影 幾乎沒扣到什麼鞋 大概被扣兩個 難得可以在八獎上 看到敗這個角色 其他的角色 昨天我在那個 就看他們預賽的時候 我覺得 Lakia的敗師真的很厲害 對 但是很厲害的敗師 遇上超厲害的瞬影 我不知道誰會比較強 現在雙 摸到了 開始壓制了 這個是安全跳 折 折 一個C摔一樣在角落 好 漂亮這個抓鬼 直接抓鬼 應該還不會帶走 不會帶走 沒辦法帶走 對 壓到一次就有了 好 我們C摔上一直放手 哇 這個 這個2C沒 會取消嗎 有取消 有取消 好 被解釋了 好 其實血量也是 書面有很多 大概三個 大概三個 但是敗師打 打中東的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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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其實我覺得敗師壓制上來講 如果打中東是還可以 對 但是就是要很注意 不要被他那個摸槳腳踹到 誒 抓到了 要帶的角落繼續壓制了 其實敗師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只要翻專手 薛鋒手摔到之後 他就是可以摺 對 因為他的跳師都是安全的 安全跳 然後各種有中段 有摔劑 要爆血 要噴血了 會帶走敗師嗎 給他保齡球 沒有 他選擇兩性 保齡球是在給中東的三血 因為他球會丟出去 我都知道 打保齡球 打保齡球 可惜 打到了 打到D 但是後面沒連到 他被踹死了 被殭屍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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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東的跳CD A B C D C D 全都很智障 全都很硬 全都又快又強 又快又強 哇 Lukia第三隻 是他的金卡法 然後的中段漂亮 應該會選擇神器 對 因為後面他還有一隻 海底倫要打 這個沒缺到 他剛剛5D 他剛剛如果 原5D應該可以缺到 這次會選擇帶走 對 選擇帶走 因為中東 可以給他死就給他死 中東逆轉D3太可怕了 你打得再好 被踹一腳半條就沒了 雙方都來到了第三隻 都是第三隻 金卡法對上將軍 血量是一樣 質量 就差比較多 但是武器的將軍有點可怕 他會不會選擇裸爆呢 好 我剛剛講完 剛剛講完就爆了 這個中段很敢 你知道為什麼 我敢這樣猜嗎 因為大家玩法都一樣 這個 這是防護罩 對 防護罩 衝過去中段 對 但是被跳D打到 有一個下D 好 可以出傷 血量很危險 哇 沒了 掰掰 哇